会后已经7年的第三点 收入国秀闻电混合 在电风这期政策之下 由于丁家六社区申请输用 只要社区的干部 也跟收入国秀 完成人用界随所的强用 只要等台上空完成 幻影的攻击了老 就等身为过来社区 人用会后的第一队 但是旧后下 经受经历也和社区是很欢乐 金主义是向外山行政团来救援 希望说文殿混合 可以再来进行外化 会是终于出来了 因为那个是重生的地方 所以我们大家都好高兴 屁股要去升起这样的地方 有了经厨公益团体的认同 社区旧的书是清楚说出它的生活 因为已经费后的文殿国秀 那是完成营养了后 大逼的经历经费 对社区来说 刷出一个很大的负担 周边有很多不要花钱 就可以过好日子的这样的筹码 我们把它重新再盘点回来 在这个上面 我们就可以让相对弱势者 可以不必进入资本主义的市场 就可以过一个似乎还不错的生活 社区本身就没收心 完全是要扣外界的资源 今天是要这样来承秀 是社区的努力要去退堂的工作 现代人现在越生越多的影响 第三天宵林国秀文殿分号 在98年正式会号 社区既然不忍心 看到别人的大家心中的学校 总缓人比贴族的名字 因此在典型的这期政策之下 严格罗社区总有可能行为 全国第一类社区人用旧好事案 我觉得让大家有心把这个地方整理起来 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景点 尤其田家乐社区 是我们南投县社会处 所扶持的一个新的一个社区 是我们一个非常有潜力的社区 每一间都有每一间的功能 这也是我们社区 等级关怀录制的行三行选团 今天才去到大阪之间 大家也以不断的专业进行检查 希望维国校的活化工作很一分理容 这社区的老人还有儿童的这个教育 那我们也深受的感动 所以我们今天以专案的方式 来这边做一个勘察的动作 我们所有的评估都是 等今天勘察完之后 我们回去 然后大家研究之后 我们再看看大家怎么分工 到底要多少的人力 多少的工时 还有我们的施工的方法等等 我们会进一步来做一个研究 希望我们的合作之下的话 能够创造一个奇迹 然后把这个梦可以圆满的完成 电角度社区表示 未来各位生理的教育合同 只要完成旧好社人用 就能开始运作 当时也希望立即公益团体人动 让社区的发展工作 没效果只有 记者王朱如常报道